加布里埃尔喝了口苦爱酒到 麦普 麦尔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剧场经理 想让老歌龙成为特利尔最出名的乐剧场 想凭借这样的成就拿到因蒂斯荣誉军团勋章 因蒂斯荣誉军团勋章最早来自于罗塞尔大帝 还是执政官的年代 他被设立来取代旧王室的封决制度 等到罗塞尔自称凯撒 又将他废除 重新捡起了公决 伯爵 男爵 骑士那一套 后来 因蒂斯共和国成立 再次构建了荣誉军团勋章 颁发给为共和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军人和平民 他不局限于军事领域 还包括各个行业 是当前多斯东底及因蒂斯共和国的最高荣誉 每一位获得者都相当于旧时代的骑士 一些画家 作家 演员 记者和雕塑家 都曾经获得过因蒂斯军团勋章 为后来者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卢米安在梦中编故事时 骗克尔杜的村民们 说 奥罗尔要去特利尔接受荣誉军团勋章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奥罗尔如果能成为因蒂斯的福尔斯 沃尔 成为整个北大陆最顶级的畅销作家 并在艺术成就上得到因蒂斯文学院的一定认可 那是真有希望争取荣誉军团勋章 人要是没有梦想 和用盐腌制的咸鱼有什么区别 卢米安笑了一声 觉得那位叫做麦普 麦尔的剧场经理听起来挺正常的 这让他认为老哥龙剧场出问题的不是大多数人 仅有与金基旅馆房东艾夫先生关系密切的一到几个存在异常 和加布里埃尔闲聊几句后 卢米安领着路易斯和萨克塔上了二楼 让他们留在207门外 他反手关上房门 将枪袋挂在了左边腋下 藏好了子弹袋 然后于外面披了一件深色的夹克 紧接着 卢米安将K先生的手指从枕头底下取出 塞到了右侧衣兜内 至于堕落水银 来自贺德西的匕首 可以帮人清醒的刺激性气体和不知用途的液体 他一直都随身携带着 而那把三棱刺 他暂时用不上 就放在了木桌的抽屉内 做完这一切 卢米安弯腰从床底拖出了棕色的行李箱 把奥罗尔的巫术笔记全部放了进去 有了身份的变化和进一步得罪独次帮后 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些巫术笔记 藏到更安全更隐蔽的地方 也就是他在白外套接租的那个安全屋内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一是属于奥罗尔遗留的线索和知识 二是具备无可替代的纪念价值 需要好好保护 至于日常的学习 他会预先超路一部分 放在金基旅馆或者威风舞厅等都掌握了 确认没有问题了再到安全屋超路几页出来 拒绝了路易斯帮忙提行李的好意后 卢米安一路返回威风舞厅 进了靠近办公室的那个房间 他拿出最近这段时间再看的那本巫术笔记 将他摊开于书桌上 提起暗红色的吸水钢笔 在一叠厚厚的白纸上做起抄写 抄着抄着 卢米安感觉这太枯燥 太没有意思了 忍不住转动念头 寻找岂能帮助自己偷懒的办法 很快 他有一个主意 把之前 代谢举报信的那只缅行灵界 173生物召唤出来 让他帮自己抄笔记 那家伙虽然没什么脑子 傻乎乎的 但胜在足够听话 抄写的速度极快 而且还能原样复刻笔记 那样一来 我只需要提供灵性 就可以边看报纸杂志 边等着他帮我把作业写完 不 把笔记抄好 卢米安略做斟酌 放下了钢笔 准备起召唤仪式 能偷懒的事情 为什么不偷懒 在克尔杜村的时候 他每天完成姐姐布置的作业 和出的卷子时 都会认真思考 该怎么样才能偷懒 他教雷蒙德和阿娃他们认识单词 也在一定程度上 抱有这方面的想法 希望他们成长起来后 能帮自己写作业 可惜的是 双方的知识积累差距太大 没有几年的功夫 根本弥补不了 很快 卢米安布置好了祭坛 圣化了仪式银笔 构建了灵性之强 嗅着弥漫而出的柑橘和轩衣草香味 他望着偏黄的烛火 用古赫密斯语道 我 下一秒 卢米安改用了赫密斯语 我以我的名义召唤 徘徊于虚无之中的灵 可以沟通的友善生物 能写阴代斯文的弱小者 烛火迅速染上了阴绿的色泽 膨胀到了足有人类脑袋大小 随着卢米安念完了圣鱼的皱纹 一道透明模糊的身影 从烛火内钻出来 他身高近一米九 长着牛的脑袋和人类的身体 套着棕色的毛皮衣物 不是那只兔子啊 也是符合我召唤皱纹描述的灵界生物 应该有很多很多 每次响应召唤的的是谁完全随机 卢米安略感失望 又带着一定期待的指着那本巫术笔记道 你帮我抄写它 那透明模糊的牛头人轻轻汗手 好 他立刻坐了下来 拿起那根暗红色的溪水缸笔 抄写起奥罗尔的巫术笔记 不错啊 比那只傻兔子聪明多了 卢米安预为欣喜地想到 他正要坐到安乐以上翻看报纸和杂志 突然感觉有点不对 那牛头人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这都过了几秒了 一个单词都还没有抄好 不 他才写了两个字母 你能快点吗 卢米安试探着问道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 牛头人如实回答 卢米安无言以对 这还不如那只傻免子呢 那家伙好歹是个神秘学打字机 不用一分钟就能抄完一夜 卢米安下意识想结束仪式 送走牛头人 再召唤新的灵界生物 但考虑到后续来的大概率也是其他 有心累的放弃了 等到召唤仪式自然终止 那牛头人才抄写了半夜 卢米安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决定还是亲自上阵 一口气腾血了三夜后 他听到房门被人咚咚敲响 什么事情 卢米安合拢笔记 放下钢笔 起身走到了门边 外面的是路易斯 硬汉外形的他压着嗓音道 头巨人西蒙来了 他来做什么 卢米安记得巨人西蒙是管着夜莺街几家舞厅和酒吧的萨瓦党头目 一次战事途径的非凡者大概率有序列 卢山一丝摇了摇头 不知道 卢米安转问道 他上次找布里尼尔是商量什么事情 好像弄得不太愉快 路易斯详细说道 巨人西蒙一直很不喜欢男爵 因为男爵管着威风舞厅 他下意识用了男爵这个称呼 见卢米安没有介意 路易斯继续说 威风舞厅的收益比他所有的舞厅家酒吧都多 他都在酒吧里开赌场了 他上次来找男爵 是希望男爵不让一部分比较漂亮的舞女到这边来 转去夜莺街 男爵说 舞女都是红靴子在负责分配 你找红靴子商量 我没有任何意见 夜莺街那边坐一次的价格很低 漂亮的舞女们都不爱去 卢米安记起查理说过 在夜莺街只用半费尔金 而威风舞厅这边 舞女们如果遇到慷慨的客人 能把价格谈到十费尔金 正常也能有三到五费尔金 这还是市场区整体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 换作红公主区的城墙街 一个长相不赖的女郎得十几费尔金 眼馋我接手了威风舞厅 卢米安轻轻略感疑惑地问道 离身件事情不太理解 为什么威风舞厅的女娼利润能那么高 伊斯笑道 我们的酒大部分都来自老鼠克里斯托 没有睡很便宜 还有我们不用交房租 负责走私生意的老鼠克里斯托 卢米安大凯明白了缘由 他走出房间穿过走廊进了咖啡馆 巨人西蒙依旧套着绷得较紧的黑色正装 淡黄的头发紧贴着脑袋 此时他将头顶的宽颜原帽放在了桌上 自己站在窗边抽着一根卷烟 跟着他的多名黑帮打手则分散于四周 和萨科塔等威风舞厅的票摇摇对质 看到卢米安过来 巨人西蒙摁灭手中的卷烟 故作豪迈地笑道 夏儿 你都得到老大认可 把威风舞厅交给了你 怎么不请我们这些兄弟喝酒 西蒙一边说一边迎向了卢米安 他超过一米九的身高 衬托的已经一米八的卢米安颇为矮小 卢米安抬头望了眼巨人 田西蒙偏大的鼻子和坑坑洼洼的脸孔 笑着说道 我这个人有社交恐惧症 不好意思去找你们 哟 个子真高啊 不愧是巨人 比铁锤艾特都要高一些 他这两句话潜藏的意思是 大家是自己过自己的 你不惹我 我也不惹你 否则 我能杀掉战士途径序列八的铁锤 艾特 也能干掉你 巨人西蒙没听懂前面那句话 但后面那句带的挑衅意味 他还是能够品毒的出来 这让他脸色一沉的同时 打消了对狮子夏尔的轻视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打手 笑脸和殷勤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巨人西蒙指了指 布里尼尔男爵经常坐的那张桌子 我有事情找你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